请问你能在几秒钟之内读懂这句中文的意思 作为一个女性 我也是在反复阅读了几遍之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里的JY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意思 而是精油 那么这句中文呢 小孩群体必变 是不是既惊悚又搞笑 实际上这里的B是病的意思 这句中文比上一张图片上的更有奇异 基础JB者 猛一看到还以为是在用某个人体器官骂人 而他的实际意思是疾病 前面几张图片还算是好理解的 也就是多思考多停顿 但是总能搞清楚其中的意思 不过如果我把这张图片记出来的话 在没有语音的加持下 您不一定能搞明白这位少年到底在说什么 第一句好理解 落后了就要挨打 但是第二句 就算有前后文联系 靠图生猜 真的很难猜出来 人的大脑自有它的运行机制 比如ZM这两个字母缩写 对我来说只会固执的往字母这两个中文上想 大家好我是文婷 欢迎来到文婷聊时政 中文缩写或字母缩写 其实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开始是一种互联网现象 在最早的聊天室和网络论坛 人们喜欢用一些中文缩写来定位朋友 当然也是一种流行和时髦 比如哥哥 妹妹 漂亮妹妹 后来渐渐过渡到中文句式缩写 比如不明觉厉 人间不差 再后来字母缩写开始在饭圈流行 也就是追星群体 他们会用一些特有的缩写来表达心情 比如XXG 小学姬 XGB 洗脚B 特指团队中无人气的偶像 XLX 小龙虾 为小龙虾谐音 指对方又龙又虾等等 多年前就有学者公开发文 谴责过这种胡乱缩写的现象 认为字母缩写是对中文表达和美感的一种破坏 如果那些写文的学者还生活在中国的话 不知道他们对今天这种全民大缩写的壮观景象 会做什么样的评价呢 大概他们会不发一言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的字母缩写并非是为了简单方便 或者追时髦 追星 装酷 纯粹是因为言论审查 据说现在国内的敏感词审查相当严格 有的是不文明用语 比如脏话 有的是可能诈骗的词语 比如中奖这一类的 还有淫晦色情和暴力 比如打 坎或者性生活 民族和种族类的 比如毛子 棒子 回会 虚假宣传类的 比如高效 特效 还有就是一些医疗用语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敏感 种类十分繁杂 估计就是说上几个小时也很难说清楚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言论审查 据说光有关于习近平一个人的外号 就有成百上千个 而且还在不断的创造中 不得不感叹一下中国人还是很幽默的 比如有人发明出了清灵宗这样既形象又幽默的外号 但也有一些莫名其妙中枪的 比如康熙来了 原本是指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 但不幸被薄熙来连累 也有一些词 敏感的祭典隐藏得很深 需要费很大力气去猜测到底敏感在哪里 比如公车上书 如果连这个词也成了敏感词的话 那小学生的历史以后还要不要学了 我这里的小学生指的就是小学生 并非指某一个具体的人 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实际上敏感词对于中文的破坏作用 远远比不上官方的现身说法 中文的促笔话是先从官方开始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著名的视频 五只眼还是十只眼 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拖下 中国外交部天团的各种奇葩发言还有很多 但是中国人却以丑为美 把这些发言集合起来做成视频 供不少中国人膜拜 然后大家一手的评论都是 大国崛起 牛叉 还是鲁迅先生评价的好 看个视频就能崛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配姓赵 除此之外 央视的撰稿人也紧跟形势 比如这个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大骂美国的名场面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议失败国 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 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 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 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 全球第一议期动荡国 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 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我们先不要评价党媒 还有外交部发言人这些话是对还是错 把这个先放到一边 要知道这些人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 这些话不但粗鄙不堪 跟泼妇骂街简直没有任何区别 泼妇骂街是什么样的呢 你说我家不好 你才不好 你才不好 如果再配上一点肢体语言 比如赵立坚先生的翻白眼 效果更佳 我记得中共以前的宣传口径 都说外交是优雅的艺术 比如编了许多周恩来先生 怎么在外交场合 应付帝国主义刁难的小故事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 说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访华 看上了马王堆里的那句女诗 十分想抢过来运到美国去 周总理问 那你打算拿什么来换呢 基辛格说 用月球上的土来换 这个足够珍贵吧 结果周总理却说 月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给基辛格整懵了 月球什么时候属于中国的 周总理指了指屏风上的嫦娥奔月说 五千多年前 我们的嫦娥就飞到月球上建立了广寒宫 你这个中国通怎么会不知道呢 双方相识 哈哈一笑 此事就算过去了 不管这个故事编的好不好 但是中心思想还是很明确的 就是外交要智慧要优雅 没想到短短几十年 中国的外交史就从编智慧小故事 过渡到泼幅骂街 不得不让人十分感叹 语言和文字的粗笔化 最终结果就是全民审美能力和创造力日渐低下 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也许还记得新冠肺炎最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时候 日本政府曾经在捐赠物资的箱子上写下了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还有《启约无依与子同商》这两句诗 在日本武鹤市池原大连的物资上 则贴着唐代王昌龄的诗句 在日本富山县给辽宁省的池原物资上 则贴有一首原创中文小诗 《辽和雪荣》 《富山花开》 《铜器莲芝》 《共叛春来》 这些诗句当时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因为中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 这些美丽的诗句明明是我们曾经拥有的 但是怎么今天我们除了加油两个字之外 再也想不到其他的字句了呢 中文除了日渐粗鄙化之外 语言的腐败也是相当触目惊心 大家都听说过灵活就业者这个词 而最近他们又发明出了灵活居住者 这样匪夷所思的称呼 风承叫做静态管理 当静态管理这个词 大家再也不能忍受的时候 他们又发明出了静默管理 静态演练 原则居家 大比武等一系列新式中文词汇 实际上语言的腐败并不是新鲜事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当中就有过熟练的运用 在书中 天天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做真理部 负责抓人的秘密警察部门叫做友爱部 发动战争的部门叫做和平部 所以语言的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上的美化 把丑当作美 把恶当作善 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 普通民众不知不觉中会在词语改变的作用下丧失基本的同情心 一个灵活居住者听起来就没那么惨 似乎并不需要对这些人投注更多的关心 语言腐败的终极秘密其实是维护体制 降低体制中存在的风险 比如把失业叫做灵活就业者 就体现了语言腐败的极致 把矛盾重重的社会问题淡化处理 让普通民众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还可以马照跑 舞照跳 让大家觉得一切问题都在于我自己不够努力 而并不是政府的智力出了问题 也许大家觉得我在危言耸听 在节目的最后 就用一个前不久在国内相当流行的一个视频来结尾吧 这个视频把中文的粗笔化和语言的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在这样的中文环境下 会把苦难误当作美酒 越饮越上头 好看拜拜 拜拜